來 我們在十二點半前 我還是跟各位先上一段 因為我本來想說 會讓我看大家開一半 好 剛才講了 詞與模糊 講了前提隱藏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第三個 判斷的論點好不好 第三個標準 有關於推論的謬誤 在我開始之前 我先說一下 從純粹的邏輯上來講 推論的謬誤非常的多 你們去看一般的詩面的邏輯 啪啪啪一大堆謬誤 什麼導音為火的謬誤 合併的謬誤 分割的謬誤 什麼訴諸權威的謬誤 什麼什麼的謬誤 什麼什麼的謬誤 這些謬誤非常多 任何一本書都可以剛剛發行一堆 而且分類方法也不一樣 不同的老師 不同的書 分類的方法也不一樣 最多我看過的分類方法有分到兩百多種 它分得很細 有的會把類似的並在一起 大概就是十幾種 都有 可是我們打邊論的人 不是要你們來學邏輯的 要學邏輯的課 去修邏輯的更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們在處理的邏輯 多半是語言的邏輯 不討論數字的邏輯 所以我們不會什麼若P則Q 非P則非Q 不會講這些有的沒有邏輯 不是說這個都一直有的 沒有 這個都一直很重要 可是跟我們沒有關係 OK 我接下來會介紹的幾種邏輯的謬誤 是我認為一般人在討論問題 回答問題 思考問題 最容易出的問題 最容易出的錯 那 我才把它列進來 讓我們來看第一種 也是我認為最最常見的一種 第一種叫命名的謬誤 什麼叫命名的謬誤 錯把它定義當成理由 我光是看這樣的一定聽不懂 不過還是得把原則先講出來 就是當我在解釋一件事 或回答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把對這件事情的定義 當成對這件事情的理由 你看像這種對話 一般人聽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事實上是有問題的 我最常用的例子就是這個 張三 為什麼 如果我今天提問 我問你 請問為什麼張三是個環保分子啊 為什麼張三是個環保分子 因為張三很關心自然環境 他有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這樣聽起來好像這個對話好像沒什麼錯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不對勁 這個對話看似沒問題 事實上有問題 為什麼 來 很關心自然環境是我們對於環保分子的定義 聽得懂嗎 什麼是環保分子 我們對他的解釋叫做很關心自然環境的人 很關心自然環境的人 我們剛才簡稱叫做一個環保分子 所以你問我 為什麼張三是個環保分子 因為張三很關心自然環境 你沒有回答我任何一件事 我沒有從你的國家之中得到任何的資訊 因為你只是把他的定義再說一次 為什麼你反對死刑 因為我覺得國家不應該殺人 聽起來好像很像樣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不對 死刑就是國家在殺人 國家殺人我們稱之為叫死刑 這兩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 我問你為什麼A 因為A的解釋為何 那這樣是沒有解答我的問題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我們大多數的人 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這個問題非常常犯 非常常犯 為什麼張三是怎麼樣 因為你根本就回答我 為什麼小梅一聽到前男友的事 就哭得要死 因為小梅這個人個性比較纖細 其實好像有回答問題其實也沒有 因為對這種一遇到小事 就哭得要死的人 我們稱之為比較纖細的人 比較纖細的人有什麼特色 一遇到小事就哭得要死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他其實偏偏有回答我的問題 比你們想像中難 因為他出現的尺度比你們想像中多 而且他出現的不是只有在我們日常中的對話 來 我們來看 我再三說一次 我取的例子 學非無敵放手 這是課本上的 新聞學課本上 哪有老師寫的會講 好 課本上的字 原文照燈 允許新聞媒體保護秘密消息來源 對國家非常有利 為什麼 因為當個人可以在不洩漏身分的情況下 提供資訊給新聞媒體值 才可以更進一步的維護更廣大的社群利益 他說了什麼 他沒說 你有沒有發覺 後面這段話是前面這段話的翻譯 他只是把同一句話再講一次 為什麼這個比較好 因為這個這樣這樣這樣比較好 沒解釋的 你懂嗎 他好像回答你 你如果不看 看起來很像個科普章的一篇文 看起來真正當當的飄飄亮亮的 對不對 不對啊 他什麼都沒講 他什麼都沒講 好像講 他其實沒講 他只是把前面那句話 做了比較多的解釋 個人可以在不洩漏身分的情況下 提供資訊給新聞媒體 就叫做新聞媒體 允許他保護秘密消息來源 就可以進一步的維護更廣大的社群利益 我們稱之為叫國家非常有利 他沒解釋 這就叫做 命名的沒有問題 你沒有說任何東西 你只是把這樣事情的定義 再講一次 我高中的時候 跟學長姐討論辯論比賽 最常聽我學姐的一個口頭禪 叫做 你這個不叫做說論點 你這個不叫做說論點 你這個叫做再說一次 我當時還是不是很懂的意思 後來我現在說 我不是現在 就是知道這個概念你都比較懂 這叫做再說一次 你沒有說為什麼 你只是再說一次 你沒有說理由 你只是再說一次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只是再說一次 聽懂嗎? 我常常跟小朋友玩的一個遊戲 叫做過馬路闖紅燈 為什麼不能槍斃 這是我常常跟班農同學玩的遊戲 就是我如果跟小朋友上課的時候 我們會討論 為什麼過馬路闖紅燈不能槍斃 噢 需要不行啊 為什麼 因為這麼小的罪 不能用這麼重的處罰 等等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問為什麼過馬路不能槍斃 你說因為小罪不能用重的處罰 可是這就是我問的為什麼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其實如果你這樣講 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過馬路就槍斃 就是小罪用重處罰 我說為什麼不能用 槍斃的意思就是 為什麼小罪不能用重的處罰 結果你說為什麼不行 因為小罪不能用重的處罰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問的就是 為什麼小罪不能用重的處罰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只是我舉的例子叫做過馬路 為什麼不能槍斃 所以太多人回答你的問題 不是回答你的問題 是把你的問題再講一遍 叫做為什麼 要對這點怎麼講 因為這點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買了一個本書 看教科書好不好 看這個人文章寫的好不好 看這個人腦袋寫不清楚 看這種情況它發生多少次 當教科書想要去試圖解釋 什麼叫經濟 什麼叫政治 什麼叫新聞 新聞學的教科書 政治學的教科書 經濟學的教科書 他在解釋它的時候 他用什麼方法來解釋 這很重要 可以判斷這個老師到底 腦袋也沒在用 他覺得不是笨 他可能是亂寫 你懂我意思嗎? 他沒有真的要回答那個問題 亂想覺得這點不是很重要 不要被他寫掉 這個問題其實蠻容易理解 可是他還是很偷懶 不願意講 就讓他過去 他沒有注意到在這邊他是混不掉的 所以這個叫做 命名的謬誤 好 這個謬誤是最基本的一種 然後咧 我們來看下一種追求完美的謬誤 又稱之為名嘴的謬誤 因為在台灣所有的名嘴最喜歡的 這個謬誤上是最矮 因為他們考的事情非常喜歡 用這種方法 他說這件事情好不好呢? 將不夠完美視為是一種缺陷 所以所謂追求完美的謬誤 這樣看一定不會懂 最後沒有例子 我們現在的香菸裡頭 前面已經有一個恐怖照片 對不對? 在幾年前我們還沒有列恐怖照片的時候 我那時候去馬來西亞跟新加坡打比賽的時候 看他們那個香菸盒都覺得非常非常害怕 因為那時候台灣還沒有 他們那個照片刺得爛 對不對? 現在台灣有 可是這個照片 我必須坦白講 跟人家國外的照片相比 差很多 什麼意思? 因為他剛剛用那種噁心的照片下比的時候 他原本的規定 是那個照片的大小要超過盒子的三分之二 就是他的照片要這麼大 我們現在大概2分之二分之二 就是底下小小的照片 而且相較而言 我們現在貼上這個照片 很多人都不夠噁心 有的是一個面容醜苦的婦女抱小孩 有的是一個面容醜苦的婦女抱小孩 有的是一個極具暗示性的軟掉的香菸 是哪叫做噁心的照片 我們偶爾有一塊爛掉的肺 爛的也沒人家馬來西亞的爛 有一個爛掉的嘴 爛的也沒人家馬來西亞的爛 人家那個爛的嘴是看到骨頭 然後濃入在上面 超噁心的 為什麼要擺這麼噁心的照片在上面 是因為想嚇阻那些抽香菸的人 另外一方面 是想要那些抽香菸的人 把抽香菸本來是一件很帥氣的事 讓它變成一件很丟臉的事 因為它不敢拿煙盒出來 因為太醜了 所以你煙盒會塞下 你就不能擺在桌上 因為太噁心了 所以你煙盒不再是 你設計得再漂亮都沒有用 弄偶的照片就是這麼醜 OK 可是我們的提案到了立法院的時候 被很多委員所剝掉 這是其中一句說法 我大概不能說原文造型 因為它東西改了它一些字 因為它原本力啊 它的大意識 在香菸盒上加土布照片是沒有用的 反正靠的是教育 不是靠香菸盒 它說的對不對 它說的當然也對 反應最根本的一定是靠教育 可是所以呢 來聽我說一句話 世界上所有的 所有反對改革的人 我們說反動的人 它都不會說它反對改革 它都會說我今天反對改革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覺得改革不好 而是因為改革方案還不夠完美 所以我反對 他們會假裝我也很喜歡改革 我也對這個地方瞧不過眼 我也很希望能夠改變這一切 可是你現在不要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自己現在這個方案還不夠好 不夠完美 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先別做 他們會說解決問題 解決一段一部分的叫什麼 叫聚箭法 聚箭法常常是那些評嘴啊 評論員嘲笑的對象 說你這樣子聚箭法沒有用嘛 各位 聚箭法有沒有用 你今天被射一個箭 不那麼長一切 現在有兩個辦法 當然最好是那個人直接挖掉 那就解決了對不對 比方說我不能挖掉 你不能把這桿子去掉嗎 不然我走得更方便一點 比如說他把你去掉 去掉以後你這個痛還在對不對 他有沒有改善這個問題的狀況 他沒有改善問題的狀況嗎 那麼一大根還在挖掉 他先去掉以後有沒有改善 他已經改善問題的狀況嗎 你不用拖這麼大根箭這樣爬來 所以來 我們當然如果有人說 幫我把整根箭拔掉是最好 可是如果有一個人 我沒有能力幫你把整根箭拔掉 可是我願意幫他打腕的那根桿子拒掉的時候 這時候有人衝出來說 欸 拒什麼拒啊 這個醫生 是爛醫生的 他沒有辦法真正的 解決所有的問題 不要去逼他了 來來來來我們走 我們走 我們走 我們好醫生 這種平溫的人的想法 是非常怪異的 你知道嗎 這是所謂的我剛剛那句話 所有的反動分子 都會假裝自己不是個反動分子 他會假裝自己是個 完美主義者 我不反動 只是我追求的是完美 來 當一個委員的提案 說你裝這些恐怖道具是沒有用的 靠教育 不是靠香菸河 你幹嘛去提這個恐怖道具 根本沒有用 政府真是浪費力氣 浪費時間 好問 你絕對會講這句話的人 他是董神基金會買的嗎 他是煙草商買的 的確 於是我受到的壓力 的確 不是靠教育 不是靠香菸河 所以不要貼啦 有個屁用 當初青少年要宵禁 台灣現在有規定 對不對 十二年以後你們的MTV KTV都要檢查證件 現在還有嗎 當初出來的時候被罵 說沒有用啊 真正想要去唱KTV的人 他不會用假證件嗎 你確實會同意啊 對不對 很多人用假證件 可是他有沒有效果 有沒有一定的效果 他有一定的效果 他能根本解決問題 當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可是所以就不做了嗎 政府 政府這個 比如說政府這個 禁止墮胎 是沒有用的 真的想墮胎的人 難道不會去國外嗎 政府 檢查證明證是沒有用的 真的想要晚上出去來的人 他會用假證件呢 政府用香菸河 如果恐怖浪費是沒有用的 真的想吸的人還會照吸 所以對方沒有 這些都是沒有用的 不要去做它了 浪費時間 浪費力氣 非常快 懂我意思嗎 因為如果照他這樣的講法 世界上的事情 我們不用治標 我們只治本 什麼是治本 靠的是教育 小孩子晚上出去跑 檢查他那個什麼 身分證 KDP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保護新少年安全 靠的是什麼 教育 不是靠檢查身分證 學校派出教官到四周的這個電玩店去抓俏課的小孩子 這樣是沒有用的 真正想玩電玩的人 難道不會跑到沒有教官的那一家嗎 要阻止小朋友俏課 靠的是什麼 教育 不是靠教官抓 找這麼多街頭巷尾 有裝這麼多攝影機 是沒有用的 真正的搶匪 他當然會找沒有攝影機的地方搶啊 要制止犯罪 要靠的是什麼 教育 不是靠警察攝影機 我靠 這個評論員超好當的 你懂嗎 因為他可以議政辭言 好像動足之先的發掘問題的根源 然後批評你們做的這些都是表面 都是沒有真正解決問題的 教育部長在幹什麼 看法跟我們大相進行 這就是我所說的 這是要最廉價的評論 就是這種評論 就是說你治標不治本的評論 是要最廉價的評論 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廢話 教育如果這麼神 真的我教育解決了自己 等那一天 我真的有一個完美教育方法出來的時候 的確其他都不用做 可是那之前我要做什麼 懂我意思嗎 我會知道把鏡頭挖出來的 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可是現在這根劍 應該到底要不要鋸啦 這麼大一根 懂我意思嗎 我聽到另外一個 剛剛老師剛剛提到的論點 要增加台灣的生育率 你說做標語啦 拍宣導片啦 對不對 什麼獎勵 什麼生育津貼 給男生產假啦 那都是治標啦 大家為什麼不敢生小孩子 因為經濟不夠好 真正解決問題是 正解決經濟問題 有人偷水溝蓋啦 有人撿電啦 那你加害警力到處尋 這也是治標不治本 人家為什麼會偷竊那麼多 重點是什麼 經濟問題 解決經濟問題 當然有錢了 誰要讀東西 所以基本上 這個國家能夠發生的問題 經濟跟教育都是最極端的 都是可以最完美的解決 廢話 哪天大家通通很有錢 大多數到幾兩老的教育 都是道德先生 那世界這個國家還會有什麼問題 世界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意思嗎 所以來 今天就說 為什麼我說 這種行為 叫做廉價的行為 名嘴最喜歡玩這個 對他們而言 據說 你沒有辦法真正解決問題 沒有 來 我們來看這個 直接看例子 這個是抄理是啟人頭書的 因為有人立法提案 希望以後再嫖妓的 就是因為你要抓娼妓嘛 對不對 希望能夠先立法做一件事 要求嫖客要帶保險套 沒有帶的話要加重處罰 就是你嫖妓你本身是 現在還是違法的 以後可能要合法 對不對 可是沒有關係 不帶保險套 我要加重處罰 因為這對經理傷害很大 對性工作者傷害很大 要求嫖客帶保險套 並未解決性產業根本的性別宰致問題 因為它無法轉化性產業 供需男女性別統計差異上的最大問題 弱勢女性 人在求生存中選擇此行列 男性繼續滿足其慾望 所以代保險套要解決這個問題 才讓它代 你怎麼能打行 跟打行啊 所以你懂嗎 這是誰寫的你知道嗎 你懂 例行基金會投的 是婦女團體投的 婦女團體說 我要求你 課題的解決我們性別當中的載至現象 徹底解決男女之間的不平等 跟這種性買賣當中的這種地位差異 結果你給我提案 要求一定要帶保險套 我不要啊 我要一塊給五毛 這我不要 五毛也不要了 他反對 他說你這樣子根本沒有用啊 你政府都在做些什麼沒有的事情 因為你要求我再唸一次 要求被問到 可以解決性產業 誰能解決這個啊 來我問你 要怎麼解決性產業根本的性別宰致問題 要靠 教育 或者要靠什麼 經濟 對 大家都有錢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要不然大家都有道理 要不然大家都有錢 對不對 這兩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也是個評論 你懂嗎 你能感受到 因此推動任何一項改革 推動任何一項方案 你想在這個世界多增進任何的意量 你遇到的阻力是多麼奇怪的一種阻力 它不只來自於反對者的阻力 還來自於支持者認為你覺得做得不夠好 就是不想支持你的這個阻力 非常怪 非常怪 這是什麼 這是我剛剛所講的 這是我們演另一種 第二種常見的面物 追求完美的牛 不夠好 所以我反對 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所以我反對 不是 如果我只要去鋸掉外頭的箭桿 我們可以討論用什麼樣的方法鋸掉這根桿子 會比較不讓我們錯 可以用比較小的成本或代價 可是不要告訴我你反對的原因 是因為你只鋸桿子沒有挖掉箭桿 所以我反對 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反對的原因是我鋸桿子 鋸掉外頭的這根箭桿 會使得我以後挖掉這個箭桿更困難 治標會妨礙治本 我也認了 這可以講 如果鋸這個桿子會讓我付出更大的代價 不痛得要死 那我也認了 我也沒接受 可是你不要告訴我 你反對我的原因是因為你只鋸標 沒有治本 這不是非常奇怪一件事嗎 所以在世界上 就不用賣OK棒了 因為它只鋸標 沒治本 廢話了 哪一個OK棒能治本啊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留學的時候就不要拿棉花一直壓著囉 因為它只鋸標 沒治本 這不是廢話了嗎 就這個意思 失戀了也不要哭一場發洩啦 因為它只鋸標 因為它只鋸標 沒治本啊 要治得要小 要讓人家失戀不痛苦 最主要是要靠什麼 笑 或者是 錢 沒有錢 對 去取牛肉音 就像這樣 不一定 去呆死 好 便當來了 我們吃飯 下午的課從一點半開始 就是